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聚合物 聚合物叫做高分子化合物 因為它的分子量都在一萬以上 這個東西有人問過要多少才叫做聚合物 分子量在一萬以上 問你下列何者的分子量最大 聚合物的分子量都比較大 因為要在一萬以上 它是有很多單體接在一起的 就想像一個珍珠項鍊 就一顆一顆的珍珠然後串成一個珍珠項鍊 那麼珍珠項鍊就叫做聚合物 一顆一顆的珍珠叫做所謂的單體 所以它就是一些單元重複重複重複的出現 所構成的龐大化合物叫做聚合物 聚合物有幾種分法 第一種是按照來源來分 有分做天然的聚合物的 蛋白質橡膠澱粉纖維素 我們會提到蛋白質 我們會提到澱粉 我們會提到纖維素 我們會提到纖維素 還或者是人工合成的聚合物 合成纖維跟塑膠 我們會帶一下 我們會講一下什麼PVC 什麼之類的東西 ok叫做來源可以分做所謂的天然的跟合成的 還有根據構造的考試 喜歡考的就這個 考的就考的 按照構造分 有一種叫做鏈狀聚合物 像在圖上所顯示的 排成一場排一場鏈 這個東西 東西比較可以做自由的運動 受熱之後會軟化或融化 所以有可塑性 所以叫做熱塑性聚合物 我們當然要教距離吸 距離吸耐倫 我們國中沒有特別教寶特瓶 但是也算是 你現在生活中碰到很多的塑膠 都是這種熱塑性聚合物 受熱之後容易軟化融化的 重點 煉狀 煉狀 另外一種叫做網狀 立體網狀 像在圖上所顯示的 它基本上不太容易自由運動 受熱之後不容易軟化或融化 所以叫做熱固性聚合物 我會帶到尿素甲醛素質 後面是看一下什麼分甲醛素質 以前有教 現在沒有教電污 然後環氧素質 人工橡膠 叫做熱固性聚合物 考試的重點就是知道 我是煉狀股 所以我叫做熱塑性聚合物 我是立體網狀股 所以我叫做熱固性聚合物 考試圖畫給你看 你知道它叫做熱塑性還是 熱固性就是我們喜歡問的問題 就按照構造分 還有一些其他的分法 我們國中不教 比如說單體的數目 有的是重複一個單體的 有的像兩種 尿素甲醛就是有尿素 也有甲醛 像聚乙溪就只有乙溪 就不一樣 還有合成方法 有所謂的加成聚合物 或者什麼之類的 縮合的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們普通都沒有 我不理他了 你就是要記得 煉狀 煉狀的 熱塑性的 網狀的 熱固性的 就可以了 就是天然聚合物 未來會再交一次 聚合物的有一個重點是 你要知道它是誰聚合的 蛋白質是天然聚合物 不是由葡萄糖構成的 澱粉跟纖維素都是葡萄糖 構成的聚合物 但它的構成的葡萄糖 長得不一樣 長得不一樣 所以人類呢 是可以消化澱粉 它是沒有辦法消化纖維素 沒有辦法消化纖維素 OK 所以這次 大家都是葡萄糖做的 所以知道它是誰跟誰做的 未來會再提到它一次 再提到它一次 另外就是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以前有在做實驗 現在已經在做叫做 尿素甲醛素素 就是尿素加上甲醛素素 OK 有同學看到尿素這兩隻 哇唷 尿素了 尿素你看到尿素 是白白的顆粒的結晶狀的 聞起來一點味道都沒有 有味道是這個甲醛 它的俗稱叫福馬尼 用來泡屍體用的 還有一股強烈的味道 以前有做實驗 會警告學生 千萬不要拿起來直接聞 因為如果你很敏感 你跟它聞完你就昏倒 或者是一結合在那邊吐啊 因為那邊噁心在那邊吐 它味道很難聞 它味道很難聞 那個甲醛醛味味道 尿素其實是沒味道 那麼它是一個 做出來就是一個立體網狀 所以我想講到什麼是吧 熱固性的聚合物 熱固性網狀 熱固性聚合物 這個實驗呢也是用濃油酸湯做催化劑 這我們以前寫過 用濃油酸湯做催化劑 為什麼 也是一樣它有什麼性啊 脫水性 也是因為它有脫水性的關係 脫水性的關係 OK 所以 尿素加甲醛醛醛 變成尿素甲醛醛醛 這個實驗本身是一個吸熱反應 它吸熱 它要吸熱熱把它的東西切熱 然後當然接起來 可是你做這個實驗 古時候學生有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做的時候摸那個飾管燙 燙了什麼意思 放熱 那怎麼會放熱 濃油酸脫水性放熱 但是尿素甲醛醛醛醛的聚合本身是什麼熱 本身是吸熱 這是一個重點 尿素甲醛素質 你至少要知道 它是網狀的 它是熱固性聚合物 你一定要會 什麼樣是熱固 什麼樣的構造是熱固性的 什麼樣的構造是熱固性的 這個你一定要會 就是我們考試喜歡問的問題 所以以上就跟各位 簡單的介紹一些基本的 簡單的一開始的一些 聚合物的狀況 那後面再跟各位講一些其他的 OK